与分享这条数式中,日华牧师再一次提及 于石岸中所诞生天意级数的印证 这种级数的印证是动用上神掌控世界的大能 因为有谁可以在我们认识4794这个共同信息之前 已经在拉线4794的机场和东冲北预备整传的共同信息呢? 还有在去年日华牧师生日之后 才出现的台风山竹、玉兔、901小巴及车牌的共同信息 所有的铺牌也是刻意、是一层精心的设计 并且不单只是山竹、玉兔的名字 连之前的台风名字和次序已经订好 才达至共同信息的出现 就好像小巴车牌的共同信息 不单只要掌管几个车牌的号码 并且是要加上之前所有车牌的排序 才会出现VP字头的车牌 大家可以想象 这是一种何等精细的掌管程度 有例如歌手特洛伊希文的共同信息 不单只要配合日华牧师 在去年12月3日的感言分享时间的同一日 重要于今年5月6日来港举办赞放演唱会 当中根本不可能是简单的巧合 而是天意级数的认证 然而大家有否理解天意级数神迹的超然性呢? 在历史上甚至圣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和人沟通 例如神藉着荆棘中的火炎 与磨世沟通 在主耶稣受浸的时候 甚至登山变像的时候 与主耶稣沟通 但就算如此气劇性 充满神迹的沟通方式 当中也不及神现在与石安这种天意级数的沟通方式 因为神是将好酒留到如今 就是以最超然的方式 让我们感到最震撼的方式与我们沟通 甚至乎到一个阶段 我们到现在 还未完全理解以及消化所有共同信息的内容 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神在每个星期 从天上有响声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其实《极其量》只能理解为神Ramer的极致 就好像荆棘中的火炎一样 但他们未有这个资格 拥有我们现在的天意级溝通方式 就是在每星期当中 见到大量铺天盖地的共同信息印证 这个星期是赞放演唱会 下个星期就是整个东涌北的设计隐隐隐4794 这个是一种无人可以推诿 以历史及世界环绕石安转动的方式作为印证 并且每一次这些共同信息出现的时候 亦都是指向同一时段 神的时代信息 例如901小巴在日华穆斯生日之后出现 而当中的小巴车牌 组合出56、57两个数字 我们知道在摩西时代 神是已击击中的火炎这个神迹 与摩西沟通 让摩西理解 神是在当时与他对话 然而对于我们而言 神是在过往历史里面 已经不断作出铺牌 为的就是于某一个星期 用上某一部分的建筑及共同信息与我们沟通 并且随着时间在这几年间 这些共同信息是不断涌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 这种天意吸塑的印证 当然被击击中的火炎更为超然 在更为可谓 更让人觉得这些是神余吸 传现内致神的作为 并且历代历世以来 神亦都没有以这种方式去与人沟通 这个亦都是为何日华穆斯提及 神是好酒楼到如今 所以对于日华穆斯而言 天意吸塑的印证 是神让日华穆斯踏上神末后定命的重要一步 正如早前在灾在溪水旁中 日华穆斯以摩西作为例子 原因实在就是天意吸塑的神积的最佳例子 而神这样做的原因 最重要就是让所有人知道与及认同 摩西是神所认可的时代领袖 大家可以想想 在摩西时代 以色列人已经围绕四百年 摩西在当时只是一个流落在荒野 绝口笨舌的杀人犯 当时的摩西又可以让以色列人相信 他就是神所拣选 拯救他们出埃及的领袖 不单是这样 甚至摩西自己 亦不相信自己就是天命所拣选的一位 因此 神在开始的时候 用上惊激中的火焰 向摩西说明 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一位 目的就是让他自己首先被说服 他就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 抑制神当时代的代言人 由他负责跟法老谈判 因此 经济中的火焰只是前期工作之一 在神和摩西对话的时候 神更次给他一支象 以及行使麻风病的神迹 出埃及记四章一至九字 摩西回答说 他们必不信我 亦不听我的话 必说 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然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他说 是象 耶和华说 雕在地上 他一雕下去 便捉蛇 摩西便跑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伸出手来 拿着他的微霸 他必在你手中 应变为象 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 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亚国的神 是向你显然了 耶和华又对他说 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把手放在怀里 及之抽出来 不了手掌尿大麻风 有雪那样白 耶和华说 再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 及之从怀里抽出来 不了手已经复完 与周身的肉一样 又说 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 也不信头一个神迹 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 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 也不听你的话 你就从河里取些水 倒在罕地上 你从河里取的水 必在罕地上变作血 在这里 神是让摩西明白到 就是神预期以色列人会不信 所以神让摩西 带着天意级的神迹 去说服以色列人 也就是神要逆着神迹 去建立出摩西的代言人角色 以及他的权威 虽然摩西想推辞 想由他的哥哥来担当这个位置 然而神却不容许摩西这样做 一定要他来做 因为神选择了摩西 是神将天意级数的印证 放在摩西的身上 让他成为神的代言人 所以 其实十灾的出现 并不是神要和法佬斗法 几个回合才能够胜出 其实神刻意让法佬硬着心 让法佬一次又一次不听摩西的说话 原因 这是神刻意的安排 让埃及出现了十灾 而经历几次天意级数的印证 天意级数的灾难的时候 连最硬心的一位以色列人 都会愿意跟从摩西 因为当中不是发生了一件神迹 而是发生了十件庞大的神迹 足以让埃及法佬也投降 甚至神其后更接着摩西 在红海分开 这些众多灾难就为证明 摩西有着神所授予 无与伦比的权威 所有以色列人都愿意决定 跟摩西离开埃及 事实上 我们现时所见 神所给予的天意级数印证 对比摩西 一定是过之而无不及 亦因此 无论有华牧师如何推迟 亦不会推迟到 因为神将来到 在世界及石岸面前 制造出牧师的权威 甚至乎是远远抛离摩西的程度 因为大家可以想想 就算是神在摩西面前所行的神迹 亦经过深思熟虑 神用上荆棘中的火焰 实在来印证摩西 就是让摩西知道 神所能做到的事情 亦就是神可以于 物理上完全掌管大自然的灾难 这个就是神给予摩西的信息 但是 神对于日华牧师的共同信息 同样地 亦是彰显出神的权能 但当中已经不再是 掌控一件物件的物理现象 神在刻意显示出 祂是可以掌控时间和历史中 所有发生的事情 所有参与的人类 甚至连建造者都不会知道 自己所兴建的建筑物 原来被神隐藏了大量共同信息 而不自知 并且在神的细緻地 掌控任何一件事的发生 这才会出现大量的天意吸塑人静 所以 当神呼召日华牧师的时候 神不会在聚会中 突然制造出一个龙卷锋 然后在龙卷锋中发声说 日华是我所指定的领袖 因为 这个只是主宰物理的能力 其实 人类在科技的发展 并尝试交予物理的定律 所以 经济中的火焰 于现时的科技 亦会有可能藉着人为的科技 去使得这件事发生 亦因此 假如现在出现的话 只会带来众多的不信和怀疑 所以 神对于我们的印证 是让我们知道 神是掌管世上一切大小事情 例如 东冲北 港珠澳大桥的建造 台风山竹和玉兔 已让我们体见 当中 神不单止完全掌管了中文字 英文字和数字 并且亦完全掌管了所有台风的名称 与及次序 大家可以想象 就算世界上富有的人 总不能控制所有台风的排序和名称 小巴车牌的数字 所有楼宇及道路的设计 因为 就算是最富有的人 亦无法介入及掌管这个世界 到这种程度 好像一个地球的国王一样 并且 就算有权力可以控制所有事情 但是亦都无智慧及预知的能力 可以在我们出现之前 已经想到用基建的方法 建造出各种共同信息 并且准确预知所有事情的发生 甚至乎 一组安排用上台风肉套和山竹 去配合日华牧师的生日 大家可以想象 这种介入的程度 对比荆棘中的火焰 是庞大多少倍呢? 而神希望藉着这种天意级数 无可推卫的印证方式 去建立出日华牧师的权威 也就是如昔日 神印证摩西一样 神要用同样的方式 去让所有人知道 哪一个一直是神的代言人 既然 神是以比摩西更庞大的天意级数神迹 印证日华牧师的话 这样敌党我们,毁碰我们教会的人 他们的下场一定会被摩西时代的法佬还要凄惨 因为神所给予的印证 不是今天才开始 当中4790的印证 是在2009年已经开始 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 共同信息是越来越多 当中并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反而是一个搭一个的不断加增 好像一幅大拼图一样 不同的共同信息 就好像是拼图当中的一小块 不断加增 拼合出这个大拼图 并且 这些的印证 在循序漸进 不断衍生出 成先解构的印证 而直到今年 神更是用上4794 去串联出 又说牧师及玉珍师母的生日 成为一条完整的素色 成为4794的终极解迷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 神是花上多少的心思 去为我们铺排众多天意级数的共同信息 去印证我们的身份 当我们细数这几年间的共同信息印证时 我们亦都会惊叹 神绝对没有一件事是掌管不到的 因此我们在当中 一定要懂得作出正确的回应 正如 假如我们是摩西时代 亦都要懂得 学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作出正确的回应 就好像早前 《左在鸡水旁》所分享 神是藉着十哉 去改变埃及人及以色列人对于摩西的观感 便得绝对认同摩西是神的代言人 事实上 过去九年的信息 已经证明了 日华牧师是神的代言人 并且当中的分享 更制造出另类的真实感 叫人无可推诿 但是 神在今年所给予的素色 就更进一步 因为 神要在日华牧师生日的时候 让祂知道这条素色 就是让祂知道 方神为日华牧师 慶祝生日的同事 亦是颁布这些不信者的死刑 因为 神以这条素色去突显出 神是将祂的焦点 集中在日华牧师的身上 就好像在摩西时代 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 经历十灾 及红海分开 其实 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以色列人的功劳 而是神透过摩西的作为 是神去将尊名分给摩西 同样地 同样地 对于弟兄姊妹而言 他们也会知道 神于每一年 也会为日华牧师 送上生日礼物 但今年的生日 共同信息 不但数目更多 并且这条素色 隐藏着更深层的意义 也就是让所有人 在今年对于日华牧师的观感 作出重大的转变 因为在这条素色当中 901 除了对应日华牧师的生日日期之外 其实也包含了日华牧师所改 第一个英文名字 Leaves 因为 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神不是在今时今日 先呼召日华牧师 神是在日华牧师尚未有信主 仍然是在大坑东社区服务中心 当移工的时候 已经同类说话 已经呼召他成为社安的领袖 并且希伯来文 以及每一个字母的数值 也是神所创造 因此901 以及Leave的关系 足以证明 于圣经当中 Leave 这颗字 是神刻意为日华牧师而创造 因为 唯有神的创造 才会将Leaves 以及901 放在同一处 并且这颗字 不是随意放在圣经的任何一处 而是刻意放于出埃及记中 讲及如月节 就是摩西让以色列人的观感改变 并且摩西可以成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 所以 神在刻意为之 双重人证 印证 印证Leaves 这个字与日华牧师的关系 以及摩西所经历天意吸塑的印证 同样 日华牧师 亦会得着 正如如月节一样 并且素色当中出现 肉真师母的生日 419 亦同样指向如月节 就是Leaves 这个字所出现的同一个地方 因此当中其实是有着神几层的印证 也就是神给予我们提醒的地方 因此 将来当任何人回来的时候 他们也不是单单听2012信息 因为神不是在2009年先呼召入华牧师 神是以901Leaves去确定 神是在入华牧师尚未开始分享第一篇信息已先 已经简算他 亦因此 神是藉着这条数式 去让所有人知道 由牧师三十多年前所分享的第一篇主日信息 第一篇加随信息 已经是神的带领 因此 全世界所有人 都要由入华牧师第一篇信息分享开始 已经需要重视入华牧师的信息 而不能只看作是幼乱的开始 不需要离回 亦就是说 有人可能会问 他们是不是 只是需要单单改变自己 现时对入华牧师的观感 是他为现时这一刻的神人 这一种态度 是不是已经足够呢? 从这条数式让我们得知 这些绝对是不足够 神要求我们尊重入华牧师的程度 就是要看他如同神所留下的传奇 所以 在入华牧师尚未信主 未改Leaves这个英文名字之前 我们就已经要开始 学懂尊重当时的入华牧师 因为这个是神刻意寻藏在这条数式里面的心意 就是神要改变其他人对入华牧师的观感 不单是改变他们对于2012信息的观感 4794就是已经让我们知道 甚至早于1996年的商用水事件 亦已经是神的印证 以一日都不偏差的形式出现 并且4794拉线的地点 就已经是粉灵围 亦就是石安开始的地方 因此 从这条数式 我们就会明白到 神要所有人都认知 自从入华牧师第一个英文名字 Leaves开始 甚至早于粉灵围时代 神已经认可了入华牧师与及石安 这个就是神所要我们改变的观感 因为4794就是神送给全世界的礼物 亦就是将入华牧师开始使用 Leaves这个英文名字的开始 藉着他所分享的所有信息 送给全世界 成为一份的礼物 情况就像圣诞节 大家互送礼物一样 一方面 神是将铁像送给入华牧师 但另一方面 神也是将入华牧师一生信主的经历 送给全世界 这个就是这条数式所隐藏的含义 亦就是说 神要改变所有人的观感 就是他们要早在入华牧师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就已经看入华牧师成为他们的熟灵榜样 和效法的对象 因为正如摩西时代 神给予摩西的木匠 用他改变所有以色列人的观感 而唯有愿意改变的 才可以出埃及 但对比神给予入华牧师铁像 让他改变所有人类的观感 唯有愿意改变的 才可以参与末后大复兴及被提 请不吝点赞